妳平時一定很少散步吧 妳知道妳一個人在路上走 跟我們兩個人在路上走 有什麼區別嗎 什麼區別 妳一個人在路上走 別人會想 她可能是小兒麻痺 但是如果 妳跟這麼英俊的男人走在一起 他們會想 他們兩個一定是談戀愛 去滑雪的時候受得傷 她們會說 帥氣難磨 幫上富二代了 不然怎麼會看上瘸腿的女孩 這難得 妳總算誇我的帥氣 我就是這樣的人 因為受過傷 所以心裡疑難 跟我在一起 感覺很糟糕吧 不 我覺得妳很有魅力 不會覺得沒面子嗎 不覺得 那好 帶我出席妳們的慶功宴吧 來 小正哥 我們在二樓一號爆發 妳快過來啊 啊 那我唱了 走啊 走啊 我喝一杯 不喝一杯 靖雄 別喝太多 明天還不用走 我送妳 我唱 你唱 老師 您們幫忙玩 我們先走了 走啊 怎麼辦 快走啊 慢點啊 慢點 被吵熱解 carve個手 快點 進去 之後 我还要再喝一会儿 还喝一会儿 换一个地方 小心点 喝 再喝点吧 喝谁呀 我还能喝一些 李珍 你今天表现得非常不错 不但脑子好使 在舞台上也非常地有发 真的不错 你这么快就泡上韩老板的妹妹了 真是 真是年轻无敌 像当年我年轻的时候也是这样 行 行 行 你喝得太多了 快走 好 走了 我跟你回家 你们进去吧 不 我改变主意了 跟没这样的模特打交道一定很麻烦 怎么喝了酒 嘴巴大像就缝上了 不叫好好的睡一觉 不大了 谢谢你 你回去吧 别喝孙老乡了 早点睡吧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知道我这件衣服多少钱吗 我才穿了两次 我看我昨天肯定是喝多了 怎么会稀里糊涂地在你这儿睡着了 这是昨天晚上演出所有的服装 你随便挑一件 我都几岁了 还穿这种萝莉的衣服啊 你那么想为人妻啊 那你为什么不嫁人 你不如再向我求一次婚呢 也许我会答应你 你最好不要喜欢我 我真的很怕再一次看到 你痛不欲生后悔万分的样子 好了 我走了 阿姨 等一下 宋娇阳这个孩子到底怎么样 他每天拿着一堆破衣服 在我这儿缝缝补补的 但是我觉得他还是蛮有灵气 你说得对 把仿冒的奥尔赛斯改造之后 打响知名度的就是他和李珍 你要小心了 年轻人来势凶猛 如果这些年轻人很有力量的话 我宁愿死在沙滩上 不要忘记啊 准备一下李珍的专属模特合同 你要拍广告 我拍不起广告 我只是想拍一些杂志的平面 好的 知道了 多付一些模特出场费 还有 不要老是在我的学生们面前 阿英阿英地叫 还扯上一堆没用的话 我这个人一向公司分明 知道了 葵葵老师 路上小心一点 你干什么呀 对 对不起 对不起 对不起啊 我心里病了 送餐呢 这边这边这边 两位 你们点的餐一共二十八块 多谢 你们也喜欢他呀 谁喜欢他 脑残嘛 你不喜欢你还看 快看快看 要结束新教片了 你别看他现在这么火 以后肯定肥得更注意 什么 以后 你看他现在多丑 你干嘛呀 有毛病 神经病 喂 我说你现在是不是要钱不要脸啊 让我们乐瑶去拍那样的相片 把我们乐家人的脸都丢光了 大伯 不是啊 大伯 你听我说 我 都是因为你 李珍 搞得全世界都知道 我女儿拍过那种照片 我找不了你 呸 你跟我来 爸 你放手 你跟我来嘛 快点 你干嘛呀 爸 快点 快点 李珍 你给我出来 爸 别这样 你这个混蛋在哪儿 我要找你小子算账 乐大叔 找他什么事情 我要找那小子算账 你看把我们乐瑶给弄成什么样子 误会吧 误会 我要杀了他 我 乐爸爸 不就是乐瑶拍那种照片的事吗 您何必动这么大干货 你 老子今天一定要找那小子问清楚 说要让我们乐瑶动山再起 你再起个屁啊 现在我们乐瑶彻底给毁了 连山沟里的穷亲戚 都知道我们家乐瑶的事了 你不配打了他 爸 爸 李珍哪 李珍 你在哪啊 爸 你要冷清啊 都是我原来oby莱不得了 我费在 李珍 李珍 你过过来 这件事 不是由甄桥乐瑶同意的 爸 爸 她已经二十岁 算成年人了 她应该清楚自己行为的后果 小诚哥 你清楚个屁啊 爸 你知道人家 都怎么说我宝贝女儿呢 你让我这老脸往哪儿割 既然他想成名 就应该付出代价 如果他连这个都没有想清楚 他就没有资格在这个行业混饭吃 你这混小子 你让开 我杀了你 我 爸 大叔 爸 没事了 你别吓我 都什么事了 快点 还愣着站着呢 还不快叫救护车 爸 爸 你行不行了 爸 你别吓我 大洋 你爸平时有什么病吗 他平时心脏不好 爸 你要坚持住我 爸 快点 快点 爸 坚持住我 爸 你快点 爸 你休息了 爸 乐友 别担心 不用怕 爸 你休息了 哥 爸 发生什么事了 爸 爸 爸 你坚持住我 爸 窗上这是怎么了 是谁偷翻个马蜂窝呀 还不是乐金宝 没事到这儿闹事 你说他早至今日何必当初呢 你们两个什么时候成李真的打手了 还有你 黄芬 你不是很讨厌他的吗 少你们两个一口饭吃 你就俯首称臣了 你少胡说八道 胡说八道 我是实话实说 收买人心算什么 你们俩说 他到底给你们俩什么好处 懒得跟你说话 你这种快推休的女人你知道什么 风尚早就变天了 风尚现在说话算数的是李正 周总都让他三分 为什么呀 这个你就不用知道了 你只要记得 李真现在不仅仅是模特儿 别得罪他 橙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原来就是自己在中国搞主任货动 新 trabajar要求 machin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也不是恒合我们的胃口 我们走 真巧啊 周总 不是巧 我是专门来巧 ja这下可能要离开 aching 频不离开 甚至这婚众 给你过 boats âl荣 是 带战 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师傅 停一下 这个是李真的车 那个那个 师傅 我们走吧 这个还不错 但是这个灵魂有什么问题 你自己好好构思一下 想完了之后 你马上交上我啊 好的 你好 你好 请问你找哪位 我找李真 他今天啊没过来 请问你是 我是他以前的代理商 没想到 他现在做得不错 这也多亏了你们这些分销商的支持啊 要不我给你倒杯水 然后我给你总打电话 不用了 我只是路过随便看看 那没什么事 我先走了 哎 李总 我已经确认过了 确实是李真做的 而且我还打听了送货公司 他们说呀 是委托东南公司生产的 而且布料也是他们的 李总 你的公司应该还闲置很多的机器吧 他宁愿给一个外人做都不给你做 行了 别瘦了 先吃饭 你可真沉得住气 自己的侄子跟自己对着干 还能那么冷静 难道我还能怕一个小孩子不成啊 开车 这么说 他宁可让外人来赚取这个加工费 也不愿意把单子给传奇 是这样吗 是的吧 混账透顶 搞不好他是联合外人来对付咱们 你给我闭嘴 我说的是你 你有没有反省自己 这些个年工厂在你手里 利率负增长有多少回了 企业一点起色也没有 你还有资格批评别人 行了 不管怎么说 李真他没有靠他爹坐向其成 比你强多了 可是 有些事您不知道 他为了跟东南公司合作 他不惜跟东南公司 喊董的那个瘸腿妹妹搞在一起 这种让家族蒙羞的事他也能做得出来 其实本来我不想说 可是你 有 咱们回下 千真万确 你说什么 你不接受 你不方便吗 那我自己去说 你到底在搞什么 洛莉塔的专属模特有多少人眼红啊 我知道了 你是觉得冯入松只做平面推广 满足不了你的胃口是吗 没错 被一个专属名头限制着 反而很多机会会失去的 你不想为了一个专属模特的虚名 失去代言其他服装广告的机会 可是你要知道 做经纪人是要讲信用的 我已经答应别人在线了 Vivian 冒犯地说一句 我觉得你有的时候单纯地像少女 做经纪人的 不应该是要让模特有更高更好的平台发展吗 好吧 我会去跟冯入松说的 毕竟也不能用绳子捆你去 你该不会是盯上东南公司 专属模特的位置了吧 难怪跟那个韩家 我会去这个谁 宽刘 自己会受不了 有一个赤品 没错 對 我会去拼的 我们和我们来真的很难 是 我会去拼的 不客人 我会去拼把 esta里 reference 有些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什么事情不可以在电话里说清楚 你知道我的时间很宝贵吗 也许因为一点琐事 我就会损失一件作品 那我们东南白白送给你的那些布料损失 又找谁来负责的 你们东南的布料又不是白给的 原来你也清楚这一遍 这是品牌收购协议书 你签了吧 什么收购 蘿莉塔 我什么时候答应把蘿莉塔给你们 作为蘿莉塔的唯一赞助商 东南集团绝对有这个优先权 再说能够投入东南集团的麾下 我想 无论对多大牌的服装设计师来说 都应该是求之不得的事 原来国内的大公司就是这样对待品牌设计师呢 我听说你也学过服装设计 为什么不自己创立一个品牌 非要盯着蘿莉塔 这是我个人的事 请你不要扯了 对不起 你所说的 都不在东南公司赞助协议之内 我拒绝接受 你自己慢慢喝吧 江阳 你在公司吗 在啊 帮我约一下传奇的李肇青 我要跟他谈合作的人 您之前不是已经拒绝了吗 之前是之前 现在是现在 帮我约一下传奇的李肇青 我要跟他谈合作的人 您之前不是已经拒绝了吗 之前是之前 现在是现在 我这个人啊 只会做生意 缺乏眼光 现在规模越来越大 今的品牌越来越多 所以 很难照顾全面 以后 就多仰仗冯老师了 以前有什么得罪的地方 还希望冯老师多多包涵 但是有一点我一定要说清楚 你说 一定不能涉及到我的创作 那当然 我是因为欣赏你的个性 才特意聘请你来的 好 好 合作愉快 韩经理 为什么跟冯若松的赞助协议里 没有优先收过品牌这一项 原本是有的 被我删掉了 你 你为什么这么做 我跟韩总已经沟通过了 用布料赞助做宣传的效果 已经达到了 还有什么必要去冒险 这是我哥的意思 不 这是我建议他的 等等 那冯若松会把裸利他卖给谁 传奇吗 你猜对了 裸利他在怪前途未知的荒地 交给对手开发不相好 没想到剪裁也有这么多学问 你以为我在欧洲的百年定制老店 当学徒那几年是白当哪 哎对了 你可以给我来当学徒 我可以教你 谢谢你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当徒弟到那时候可就晚了 老师 你终于发现我这个优秀苗子的潜力了 总有一天 我要让你相当荣耀地收下我这个徒弟 听说冯老师加忙到传奇 是 我也觉得挺突然的 之前他本来说不去 不过现在不管怎么说 对我讲是好事 他到了传奇 我一定有更多的机会跟他学习设计上的事 陪我去买两本书 好 我去买两本书 谢谢大家 我去买两本书 我去买两本书 是 我 ל聊 不是 我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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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到毕业大秀没来 应该是那个时候出的车祸吧 你应该更不明白 她为什么会在李珍身边 李珍她现在跟什么人在一起 都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我跟她已经结束了 就算她跟我过去的敌人寒七山在一起 又能怎么样呢 没想到 你跟家长是同学 这世界说大也不大 我跟她是天生的敌人 这恐怕也是宿命 你们曾经在一起过 你不说我也清楚 你们之间那种眼神 谁都看得出 她现在有了别的男人 所以你找我姐妹 姐妹 姐妹 你是她看得起我 还是小看了你自己 那好吧 我们谈证实 你说吧 东南的新产品 在找广告代言人是吗 没错 人审初步所定在刚才宋佳阳身边的那个男人上场 赵宇天 这是策划部门调研讨论的结果 认为她符合产品的代言 难道没有其他更好的人选吗 目前没有 韩经理好像已经忘记了 我也是模特儿 你不要告诉我 你打算把私人恩怨扯到公司上来 不 事业和感情 哪个在我心里更重要 我分得很清楚 好 乐阳不能进去 我们在开会 你让她我要见小真哥 乐阳 乐阳我们在开会 小真哥 你怎么来的 主角呢明明是我跟小真哥 为什么代言合同了 只有她一个 乐阳我们在开会呢 一会儿我再跟你解释 不 你先让我说清楚 别乱说吧 小真哥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我们俩才是搭档啊 乐阳 你清醒一点 这次是男装广告 那也需要女模做搭档啊 你们为什么把我一脚踢开 偷偷签约啊 上次那场秀 明明是因为我才那么轰动的 小真哥 你怎么能这么对我呀 你不要无理取闹了 李珍 这位小妹妹跟你不仅是 替台上的搭档吧 看起来交情不浅啊 真是闹剧 模特都是这样的吗 好 Vivian 这就是你这个自诩专业的经纪人 带出来的模特吗 领会去教育好了 再出来欠人吗 你说什么呢 刚才的事 对不起 那你们就好好管理吧 听说你和东南避开乐阳 偷偷签约了对吗 攀上了更高的枝头 用完乐阳就把它扔到一边 就算你要扔掉乐阳 你也应该在风上另找模特吧 难道你会舍尽求远 去别的公司找人 而且再说了 现在风上 还有谁能跟你搭档 除了我 还有谁 我不知道 你原来会对东南的广告 这么感兴趣 你一直的梦想 不是想当传奇的代言模特吗 难道当代言模特还不够 想当传奇的老板娘 你正和东南的寒气山走在一起了 你知道吗 听说了 怎么了 他们两个看起来都是很有野心的人 如果他们俩联手 应该对你威胁很大 他们两个小打小闹的 怎么会让我做旅官呢 说实话 这段时间 只要我没看见你 我才会做旅官 老夫 我长这么大 没有哪个女人 让我为之动摇的 可是自从你的出现 却改变了这一切 爱情真是个大麻烦 进来 罗老板 找我们有什么事 你们来了 坐吧 我本来呢 是想帮雨天 争取东南公司南庄的代言 结果呢 又被李珍这小子给挤下来了 据说 这小子最近一直在用美男计 勾搭东南的千金 实在是太有办法了 教养啊 你走运了 他们要拍电视广告 希望你去跟李珍搭档 不行 为什么 你准备因为你跟李珍的狗屁事 就推掉工作 我告诉你啊 我可绝对不答应 传奇的女模特去给东南南庄做陪衫 你不怕李总不高兴吗 这你就不用操心了 我们这一行要的 不在乎名和利 他们给的酬金很丰厚 讲钱 你就只知道讲钱 当然讲钱 不讲钱难道我给你讲情啊 不想跟前男友一起工作 这很正常吧 臭小子你懂什么 到底还是不是专业的模特 你跟我来 这是拉我去哪儿啊 跟我走吧 雨天 你干嘛呀 为什么带我来这里啊 这种事儿 你能拒绝一次 但是十次百次呢 只要你身在模特圈 就躲不开这些事是非非 除非你不再当模特 重新当会你的设计师 你到底什么时候 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设计师啊 你说过要我当你的主秀 想来仗是不是 至少还要登五年吧 到那个时候你都老了 肯定不做模特 从一才催你加油啊 我真的很想穿你做的 就是你能够工作均匀 我做不懂 我还是做不懂 你能够工作均匀 我再做不懂 我应该做不懂 你能够工作均匀 不忙 我应该做不懂 这陛阴区处早站 下班 态区处 现在做完了 三十块钱一件 而且生产有保障 设计又新潮 当然卖得很火了 是不是觉得很意外 把我牵线东南公司 达成一个赞助协议 但是它在中间 不是没有什么好处呢 东南公司在加工费上 一定给了它很大很大的优惠 而且我相信 这些垃圾 一定是它和东南公司 姓韩的合作的产品 你的事业就是我的事业 你的SWS品牌将来是 真服饰最大的主打系列 真服饰 你找我出来是想和我打篮球吗 不是 我找你出来是想问你 要不做我的搭档 拍一个电视广告 什么 我知道你是传奇的专属模特 应该只拍一些平面广告 没有机会拍个电视广告 我的演技太差了 你的演技可以比任何人好 只要你完成这个工作 你可以跟我做下一季所有的时装秀 算了吧 你别哄我了 我很感谢你 可是我没那么大野心 我能走到今天这一步 我已经很知足了 不像你们争着第一个出场 最后一个压轴 我只想本分地过好我的日子 是因为赵雨天 是因为赵雨天 或许多酒 我对我来说 我还回来